嗨各位小财神 今天过得都还好吗 你有没有发现宝可梦换了一身的装束 这不一样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 我打算要成立一个新的 这个所谓的内容 叫做梦梦Vlog 就是用一些比较轻松的方式 然后来跟大家聊聊 就是我生活上又有一些什么 有趣的所见所知所闻 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 而不是上课了好不好 我知道大家可能都已经很习惯来看 我的那些做的简报 精美的简报 然后教你就是信用卡优惠什么样的 但是呢 其实我在生活中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生活体验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这个节目呢 我就不会用比较生硬的方式 要用上课的方式来 跟大家做介绍一些商品 但是呢 我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先聊 所以我就会穿得比较轻松啦 就不会就是一定要穿那个衬衫一样就好累 那今天的主题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最近呢 之前有在那个我的IG的线豆里面 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很好吃的零食 就是这个后面这一堆 那当然这不是业配啦 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欢 然后再加上今天晚上呢 我跟那个我的好朋友Jerry 他那个瑜伽老师 他有一起在运动 那运动的时候他就讲说 保古梦你之前介绍 你在线豆里面放的那个好吃吗 我就跟他讲说 超好吃 因为我真的超喜欢的 那他就讲说 那就是中末大家吃饭的时候 也不要带一包给他 我就当然没有问题啊 太好了 因为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 所以口气就买了五包 我真的很担心买不到 你知道吗 所以想说赶快跑去加勒服扫货 那结账的时候那边的 那些结账小姐都很认识我 因为我很常去那边解任务 这样子 那今天的后半段也会跟大家聊说 你在加勒服消费要怎样才能够 就是省最多 然后用什么方式做combo 最划算 这个是我们下半部会跟大家聊的 那上半部就是先介绍 我最喜欢的零食 那其实大家都在那个美光灯面前都看起来 好像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正经八百 然后都是只讲信用卡讲优惠的人 这其实不是 我私底下其实也是 还蛮喜欢吃东西的 但问题就是说吃素者能够吃的东西并不多 然后再来就是说 有些人在疏解压力的方式是靠运动 那有些人是靠比如说上瑜伽 像那个Jerry老师就是这样子 那有的人可能是念书 或者有的人是出去跟朋友聚会什么的 来疏解压力 可是像我的话 我其实真的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我在家里面可能 我偶尔就是买零食来吃 那当然是这样很不健康 所以前提就是 你要降低你吃零食的这个次数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多多运动 就是这个样子 不然这个小肚子都出来了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产品 这产品其实我在家乐福看的时候 我犹豫了超久 因为这个好像140多块钱 还蛮贵的 那它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看它从哪里来的 这个 它是家乐福进口的 然后产地是澳洲 所以这可能是澳洲一个特殊的 一个品牌节日才会有的东西 那这东西我相信应该 你在可能Costco也买得到啦 但是我目前都是在家乐福买 所以我觉得家乐福的就还蛮不错 因为那数量其实我很担心它卖完 所以上次只买一包 尝鲜一下觉得很不错 后来一忙就没有去买了 但是我今天晚上就赶快疯狂去 搬了五包回来 想说那顺便也做个影片跟大家介绍 就叫做 DJA就是甜辣厚切马铃薯条 那它这个呢 它其实是由真正的马铃薯 然后去做切片 那切片完之后它去把它封干 那再加上一些调味的部分 所以它看起来就好像是真的 你去那个 就以前那个就是在摩斯堂出那种什么 这种很厚的薯条啊 这种几乎是马铃薯块的这种 这种这种产品 我觉得很好 是我超喜欢的 但它的热量一定非常高 来看一下它的热量表 它呃我看一下 每一份的是份量是50公克 然后本包装是4.5份 它的热量是273大卡 哇每100公克有474大卡 然后这一份有50公克嘛 所以大概就是200多大卡 所以你这个200多大卡 你可能你吃完之后 你就要去健身房跑步 跑个两三个小时 我只是去上一堂游网课 才有可能就是消化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成分 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热量表的部分 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让你就是 闲闲在家没事一直吃的东西 因为它是就是热量还蛮高的 但是呢它真的很好吃 我现在就直接开给大家看 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真的很棒 然后它这边还有这个所谓的拉链条 所以你是吃不完 你是可以把它就是把它弄起来的 来开一个给大家看 有没有哇是不是就好像真的是用炸的 然后我再来吃一口 哇非常的脆 然后你看它真的就很像是一个真的马银鼠一样 但它里面其实已经风干了 所以就非常的饼干化 那我觉得很好吃 然后它就是有点酸酸 有点类似那种泰式的有点酸辣酸辣 但又不会太大 所以我觉得整个就是非常合我的胃口 如果两天 Tostco有卖的话 我应该会去买 真的很好吃耶 我一天啊 这个吃上瘾了 然后来就是跟大家介绍就是 这个很棒的商品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然后我也会 在家乐福真正下架之前 赶快去多补几包 就是放在家里面自己就是存粮 真的很好吃耶 就是大家可以参考 如果你自己嘴残 也跟宝果萌一样 喜欢吃马银鼠相关制品的话 你可以去家乐福走走 然后拿这个影片给家乐福的员工看 然后叫他们就是 跟你讲这个东西在哪里 我是在那个24小时的这个便利店买的 所以其实都可以买得到 好 那我们这个下半部的部分呢 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说 你在家乐福怎么买东西最便宜 那我自己平常的做法是 我先不要讲我的 我先讲一般人的做法好了 一般人通常可能就是 东西拿来拿就直接去结账了 那你可能刷卡 或者是付线 顶多是这样子 那了不起就是家乐福配 那你也是绑定信用卡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你赚更多好看 我在这边提供两个方式 提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是 这个所谓的拍钱包 拍钱包的话 其实是有 可以在线上 他们自己的拍钱包APP里面 去购买这个家乐福的礼券 那这个家乐福的这个吉祥券的部分 他可以再把它 除职进去你的家乐福钱包 那除职进去之后呢 他等于是家乐福里面的除职金 就可以拿来做购买的动作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你在拍钱包里面刷卡 你可以拿到活动限定的加码 还有信用卡本身的回馈 那你再把它除职进去之后呢 等于是你在家乐福钱包里面做这个所谓的消费的时候 那你拿到的不会只是信用卡的回馈 而是会再拿到拍钱包给你的额外回馈 如果你不信的话我开给你看 好不好 我这边都整理好 你看我的手机在旁边 这个头发有点乱 我还是把它戴起来好了 这个帽子呢 也是之前我去那个日本的时候 那个之前的教长对象送我的 就是非常的具有这个纪念意义这样子 好来来看一下 这个拍钱包的部分呢 在这里 点开来给你看 那其实 有常常在关注信用卡相关消息的人 你们就知道其实拍钱包很好用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常用 那你一开始进来的话是这个主页面 我刚刚是已经有先进来了 所以它就跑到拍响卷 虽然你要点第三个按钮 拍响卷进来 它会就是 读一下 有点慢 然后就进来了 进来的话你要怎么找你的加热福出资金呢 你可以看一下哦 它上面会有广告一直跑 你可以点 比如说现在那个麦当劳有优惠啊 然后点进来就跑进来了 但是你可以一直刷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最近的活动是这个 Apple官网5% 然后百货量饭天天最高5.5%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如果用拍钱包在这里买的话 你可以拿到3%加2.5%的加码 所以最高就是5.5% 在这边有写到 你可以像2000元的加热福出资金 你可以用PB兑换 那也有一种方式是可以刷卡购买的 比如说加金额比较高一点的话 像我看一下哦 没有吗 在第二页应该会有 可以这个刷卡付费的部分 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礼券 也可以用PB兑换 也可以用这个刷卡购买的部分 怎么没有呢 有啦 你看这里有没有 3000元的这个加热福吉祥券 它这边写到说 玉山拍卡或是拍兔卡 可以有4%的回馈 那在7月13号到7月31号 它最高给5.5% 也就是说它有加码1.5% 对 所以这个3000元的部分 你就是最后确认的部分 你可以使用这个所谓的 信用卡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绑定你自己 想要解任务的信用卡 那你在这个APP里面 做刷卡消费 其实都是符合这个所谓的信用卡的 新增消费的定义 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有一些信用卡是有针对这个所谓的拍钱包 有做加码的部分 比如说张银的7配 那个给7%回馈这个活动 就是都要抢钱 七千名的 这个不好登的这个 如果你有抢到的话 其实每个月上线是给2000 刷2400给150 你可以拿来在这边买这个所谓的 加大福钱包 或是任何的礼券 那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说你可以用你的 这个所谓的PB 然后来折底 比如说我可以先折底1600 然后剩下的这个所谓的1400 折底600就好了 然后剩下的2400的部分 就直接刷这个所谓的 这个张银买勒卡 那你就可以拿到最高的 这个所谓的7%的回馈 再加上0.5% 这个银行另外给你的 这些回馈你就可以都拿到了 所以你用这种方式的话 会远远比你直接拿这个 卡片 然后绑在台湾配里面 去加大福刷卡消费 还要高的回馈 因为这边还会再多给你1.5% 所以最高就是9% 所以你们聪明的人 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 那么你拿到了这个 你已经购买完毕的话 它会在你的这个首页的部分 它会给你一个 这个你可以在这边查询 我觉得很方便 就是下面的部分 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 这个票券甲 票券甲你点进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这边有买了多少的 这个拍奖券都在这边 你都可以马上做查询跟使用 那我也 我们卡把帮也很 也很习惯就在这边买东西 送这样这样 你看我这边 我到底买了多少啊 光是加乐福除资金 就有好几万在我这边 我都还没有出进去我的钱包 然后这边很多很多的 这些奖品都是已经兑换完 要送给粉丝的 然后就等你们慢慢去使用外币 这个我就不会再使用 我只会使用我买的 我自己当下要用的 所以这些你看 没有使用效期的 一直存在我的系统里面 就是这么多 这些都是已经换给你们 你们都拿去用的 所以我觉得拍响卷 跟拍钱包 其实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系统 因为你在里面使用上面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你要解任务 想要刷卡 先就是解银行任务的份 你都可以拿来这里刷 是很棒的 然后你在四季 再看情况 然后把钱存到这个 所谓的加乐福APP里面去 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做法 那第二种解任务的方式的话呢 我通常我都会 在加乐福结账的时候 我会先打开这个APP 然后这APP有个加乐福钱包 进去之后呢 它会有你的会员系统 我先 对不对 进来一下 我现在里面有两万六 那这个 因为它 它这个 应该是电子支付啦 它不是 它应该算第三方支付 还没有到电子支付 所以第三方支付的 除值上限是五万元 所以你最高不会超过五万块 所以我最多总够再除 多少 两万四进去 然后就会满了 那我在除值的地方 我点下去的话呢 你看这边会有 四个不同的管道 第一个是店铺除值 店铺除值很简单 就是你在 你到店铺走 你开这个页面 你打开这个 点这个按钮进去 然后它扫了这个码之后 它就可以让你用刷卡除值 或是用现金除值的方式 或者用LinePay除值的方式 把钱除进去 那第二个电子铺券就是 你刚刚在拍响卷买的这个 一千元两千元三千元 就可以从这里把它除值进去 只要输入序号 它就会除值进去了 好 那这边有个 对 礼券或者是吉祥券除值 这边都可以 好 那最后的话有个线上除值 就是说 现在你就可以在线上刷卡 好 来看一下 刷信用卡 我这边的信用卡 你就可以刷进去 那刷进去之后呢 它到时候就会直接扣款 然后钱就除值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 加勒服钱包其实做的还蛮不错的 就是有这些方式可以做入 除值的方式 这样子 然后它也可以发红包 我也很常发红包给我们的 这个优优班朋友 就七月份有发不少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是所谓第二种结账方式 那通常这种结账方式的话 你可以在结账的时候开启钱包 然后扫码之后跟他讲说 比如说你这次的消费是一千块钱 你说999元使用 加勒服钱包的除值金扣款 剩下的一元呢 你可以进行刷卡 所以你可以用之前的所有的combo剂 然后让你拿到了 其他通路的回馈之后呢 在这边你还可以再用一次 就是所谓刷卡的方式去把它刷掉 像这个是MCO卡 MCO卡的话我觉得 之前没有特别的仔细的去介绍 但是它也是可以这样子玩的 就是还蛮有趣的 那介绍大家就是说 MCO卡它其实 也是我目前主力在 这所谓的消费的部分 因为它在加勒服消费 有额外的10%回馈 所以MCO卡它的这个做法 其实解释起来有点复杂 但基本上的话就是说 它有一个MCO的这个 所谓的APP码 那你可以用信用卡刷卡 入金进去 然后你可以拿到的是 海外交易的回馈 那这些海外交易 你所应该说 你购买的MCO币呢 它可以再把它除之进去 这张千账卡 除之进去千账卡的做法 有两种 一个是刷信用卡把钱入进来 但是会扣1%手续费 但你也可以把你的虚拟货币 直接把它转进去 依当时的汇率率来计算转进来 那也可以做消费 那它这里面 基本上在亚洲区 是以新加坡币为 这个所谓的支付工具 它最后都会转换成新加坡币 那这部分的话 我个人觉得 还不错的是 如果你把这张卡片 绑在LinePay上面 然后进行 在加勒服进行消费 或者是除值 都可以享有额外的10% MQ币的回馈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目前觉得很不错 就比如说 我如果是用玉山only卡 我可以用这个红利13倍 好的红利点数 已经达到了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加勒服 在加勒服 应该说在LinePay里面呢 绑上MQ卡 可以绑得上去 然后在加勒服 除值1万5进去 这一季的部分也是 除1万5最多可以拿到10% 就是1500的等值 MQ币 它会回馈到账上 我觉得就不错 就很好用 所以用这种方式 其实我就做了好多的combo计 如果你对这样子的支付方式 不太理解的话 我建议你就是 可以再听一遍 因为我讲的应该算是蛮详细的 然后你用这种方式 你可以做到很多方的解任务 比如说这种虚拟货币的方式 你也拿到它的回馈了 然后你在刷卡交易的时候 你拿到的折扣也非常的高 像这些后面的这些奖品 其实它实际上支付金额 应该不会就是143或148 应该大概都是120或110而已 因为我用这种层层叠叠的方式 其实它的成本已经降很低了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 已经打了七折或八折了 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也是提供我自己生活上的一些 就是解任务的一些小的美感 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如果你还蛮喜欢我们这种新的全新的梦梦Vlog系列 也欢迎你就是赶快来订阅一下好不好 然后公开的分享 小铃铛开起来 按赞留言分享给你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领略就是 即使你的生活中不会永远 就是只有财经那么的乏味 也是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内容在这边 你都可以在这边学习到一些新的技巧 我是宝可梦 我们就下一支Vlog见咯 拜拜